唐浩要走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能够阻拦得了呢 唐月华站在那儿 泪水无声地流淌着 二十年 再见兄长 相聚却是如此短暂 他突然满却自己的心好痛 不少人 不只是因为唐浩的离去 也是因为这个二哥 一直以来承受的痛苦 你爸爸没有将 他和你妈妈的事情告诉你吗 唐三默默地摇了摇头 问道 您能告诉我吗 既然他不愿意告诉你 我也不能多罪 一年后 他或许会告诉你一切吧 我看得出来 他对你很有信心 否则 他不会说你是他给宗门的交代 你今年应该十九了吧 差两个月十九岁 你爸爸是二十八岁 走出那条地狱路的 你比他早了接近十年 看来 你真的是宗门的希望 你知道他让你留在这里一年 是要跟我学什么吗 在未来的一年中 我将教导你各种贵族礼仪和音韵 什么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一年后 如果你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我是不会让你去见你爸爸的 学音乐 学礼仪 这 你很快就会明白 这些东西对你的好处了 一个人光有强大的实力是不够的 像你父亲 他已经足够强大了 可是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他是不希望你重蹈覆辙 从现在开始 我是你的姑姑 也是你的老师 可是姑姑 真的要学习那些什么礼仪吗 嗯 晚上的时间属于你自己 你自行安排 但是白天 你必须跟我学这些 直到我满意为止 你知道我这个月轩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我这里是天斗帝国宫廷礼仪学校 专门教授各种贵族礼仪的 你应该感受到我的领域了吧 我的天赋领域 名叫贵族圆环 而我的魂令 目前是九级 九级 您是变异五魂吗 对 或许你会认为 我是浩天宗当中 最没用的直系子弟 但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父亲能够拥有我擅长的一切 二十年前的那件事 结果会完全不同 有的时候 实力并不代表一切 你必须学会 不依靠实力也能保护自己 你要学会如何利用语言艺术 在各方势力中游走 以及掌控权力的方法 我看得住 你很出色 但是你要学习的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 唐三终于有些艰难地点了点头 不要显得那么为难 我说了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明白我教你这一切的重要性 走出杀戮之都之后 现在你最需要的不是努力修炼 而是让自己拥有的一切 变得更加稳固 你爸爸的身体情况 我已经知道了 放心吧 以后我不会再逼他 宗门也不会 虽然他已不在宗门中 但是宗门 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说完 唐月华叹息一声 目光深邃地看向唐三 如果你不希望你父亲再被打扰 就要变得更强 他打算完成的事情 都会落在你的肩头 以为这个人不要转称 按地图 就要按炼 你的肩膀 大年软 多管你 swo会 需要转称